嗨!討拍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自習是 我們利用了一些趣味的小劇情 介紹如何在拍攝裡面加入門 這個帶有衝突的元素 還有一鏡到底跟分鏡的差別 劇情的話我們就看看笑笑就好了 如果雷同純屬虛構 希望今天我們的分享可以幫助喜愛拍片的夥伴們 現在讓我們開始劇情介紹吧 你到底想要做什麼 阿你顧到閃閃閃閃 阿你顧到閃閃閃 嗚嗚嗚嗚嗚嗚 好那我們第一種拍攝方法 我們用廣角然後用一鏡到底的方式 一鏡到底就是在同一個畫面 我們沒有再切換另外的畫面 那這種拍攝方式的好處就是 比較容易一目了然 那壞處的話它就是比較缺少戲劇的張力 沒關係我們接下來就看我們的拍攝示範吧 你要選 fris 你到底要是要做什麼阿 你orman要笑到嗎 那妳不然看得這麼痛 嘛你又不會 晚安 好,那第二種拍攝方式我們加入了門這個元素 門這個元素在很多影片、導演都是很愛用的 因為它可以讓觀眾期待門打開以後要發生什麼事情 當然你們在拍攝也可以用一鏡到底的方式 但是你比較想要製造衝突、對立、驚喜、驚嚇的話 就可以把門這個元素加到拍攝裡面 比較可以製造這一些感覺 那後面我們增加了幾個分鏡去交代場景 還有演員的情緒變化 這也是你可以幫助觀眾進入你想要的劇情 好啦,今天的影片自習是介紹門跟分鏡的拍攝方法就到這邊囉 謝謝你們的觀看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那如果想看我們拍攝任何題材的影片 也記得到這邊來留言 讓我們一起在生活中跑拍吧